EB5常识科普 EB5直投项目和区域中心项目的对比 JDC区域中心旨在为投资者提供EB5计划和移民项目的最新消息和说明 大家可以发送邮件 或微信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 EB5投资移民项目 一直以来都备受中国申请人青睐 而自2022年推出EB5新政以来 美国移民局已收到上千份新移民申请 时至今日EB5投资移民项目 已逐渐呈现火爆的趋势 了解EB5的人应该不会对直接投资 以及区域中心这些概念感到陌生 接下来我们就仔细了解一下二者有何区别 直接投资的背景与概念 在1990年为了吸引外资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也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国会颁布了EB5移民签证计划 在美国移民规划法案中设立了 美国职业移民的第五种优先签证类别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B5直接投资 简称直投 该法案鼓励外国投资人 通过投资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当然EB5直投对投资者也有一系列要求 例如1990年11月29日后 在目标就业区企业投资100万或50万美元 或者对美国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除此之外 在美国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 以及投资者需在企业中扮演决策角色 然而直投要求投资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 这对不熟悉相关行业的外籍人士来说可能较为麻烦 正因如此 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美国政府在EB5移民法规中 特别设立了区域中心计划 区域中心的背景和概念 1992年 美国国会颁布了投资移民计划 该计划又被称为区域中心计划 区域中心计划 是一个有效期五年的独立计划 该计划允许投资人对指定的区域进行投资 以及间接创造就业 来换取申请投资移民签证的资格 国会在五年期满之后 又多次延长这一计划 最近的一次延期发生在2022年3月15日 在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 EB5改革与承进法案中 该法案将区域中心计划 延期到了2027年的9月30日 区域中心项目的优点 区域中心计划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灵活的选择 第一 在通过批准的区域中心投资的基础上 可以选择TEA地区投资80万美元 非TEA地区投资105万美元 第二 不需要新企业直接雇佣10名美国员工 只需证明 投资能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岗位 第三 投资者通过在区域中心设立的 有限合伙企业中担任有限合伙人 仍可满足EB5签证的要求 第四 2022年新政之后出现了签证预留项目 移民局每年会预留3200张签证 其中包括2000张乡村项目 1000张城市高失业率地区项目 以及200张基建项目 并且这些预留签证目前都不需要排期 值投和区域中心项目的不同点 首先最重要的是 EB5值投是一项永久性法案 值投需要申请人直接入股项目 甚至对于项目运营有直接控制权 通常来说 值投涉及劳动密集型产业 例如在美国开设餐厅 超市养老院等 而1993年才开始实施的区域中心模式 需要美国国会定期进行授权延期 在这种模式下 区域中心充当基金经理的角色 一旦募集到投资人的款项 区域中心就会将资金投入规模较大的商业项目中 投资人缴款之后 既不持有项目股份 也没有核心管理权 相比于直接投资项目 区域中心则是各为省心的一种选择 其次 在创造就业这一方面来说 值投和区域中心也有一定的差异 值投项目要求资金被注入的企业 必须直接雇佣至少10名员工 也就是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并且 该企业必须支付这些员工的薪资 但是 区域中心法案 允许创造间接就业 这种就业是基于区域经济的推动而产生的 这就意味着 区域中心项目无需直接雇佣至少10名员工 此外 值投和区域中心在投资人数上 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由于值投需要直接雇佣全职员工 会产生较高的人力成本压力 因此 通常每个项目可以接纳的投资人数量有限 一般不会超过三人 而区域中心项目则没有人数上的限制 在管理主体上 这两者也存在差异 投资人通常会自行承担值投项目的管理 或委托第三方管理公司来负责 而区域中心项目的管理以及运营 一般由地产项目的开发商负责 显然 两种项目都各有其优缺点 总的来说 值投项目更适合于 具备良好商业管理能力和经验 并计划在美国创业的投资人 而区域中心项目则相对简单省市 适合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根据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90%的投资者都选择通过区域中心进行投资 而不是选择自己创立公司 区域中心在投资美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方面 已成为外国投资人的首选 想了解更多EB5相关资讯 你可以向我们发送邮件进行咨询 也可以扫描图中微信二维码进行了解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见